苗栗縣議會民進黨團的總召集人李聰祥 被人檢舉詐領公款 而且還插柑谷經營色情小吃店 而檢察官從四月份開始偵辦 今天偵查終結 把李聰祥以及向他泄露 領檢行程表的警察 都依貪污治罪條例提起了公訴 還請求法官從重量刑 警方衝入苗栗院里這家越南小吃店 穿著汗衫的苗栗縣議員李聰祥被帶出來 這裡是他涉嫌插柑谷的店 而且他還要求通宵分局王姓袁警 要提供分局的領檢勤務計劃表 這樣才能閃避警方領檢 但現在議員和袁警全都被起訴 被告李聰議員以及苗栗縣警察局 通宵分局王姓袁警等8人 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 泄露國防以外祕密罪等罪嫌疾及公訴 不只是擦肝谷經營色情小吃店 李聰祥還涉嫌利用開立不實發票等方式 貿領除席費 出國拆旅費等多種費用 今年4月檢警調還大動作 搜索議會研究室和住處 檢方認為李聰祥罪行重大 29號徵結起訴 請求法院重重量刑 李聰祥敢衝敢講的個性一直是話題人物 已經擔任兩屆議員 他曾多次質疑縣長劉正宏亂花錢 只是如今自己卻涉及貪污 謝祕等案件面臨司法審判 記者邱直培彭煥群苗栗報導 長江土 así 閉大 長江